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然我们在一起 所有的喜怒哀乐 我都会分担一把 别点他 官家升我的官了 还替母亲追封了告密 我现在是从无凭了 你啥好事啊 其实我早就有预感 官家这次会重伤我 三十岁的无凭款 我是不是很值得骄傲 是啊 依照愿望得逞如愿 你应该开心才对啊 我刚才去拜我娘了 我本来想着 在她的坟前 好好地大哭一场 然后告诉她 她老人家 在天之灵终于可以安息了 儿子出息了 但是我没那么做 我 我说不出口 我也哭不出来 我也笑不出来 不知道我自己应该开心还是难过 其实我想想看这一切啊 都是我想要的 你明白吗 我明白 我明白 不懂 我自己都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明白吗 明白有那么重要吗 难道你的半条命 值不上这无凭关键 就因为你想要的结果 不是按照你喜欢的方式得来的 你在黄城寺这十几年 就偷百岁了 不要去想以前 再往后看 我只知道我未来的夫君 升官了 我的婆母 能得享朝廷香火 我终于可以有一个家了 好的事儿 开心啊 你还记得你原来跟我说不许我哭 但我也不想看到你这么小 既然我们在一起 所有的喜怒哀乐 我都会分担一半 告诉我 你要是看到我这么难过 你不心疼吗 会心疼 谢谢大家